终于要到区了 马上进了这宿舍了 结果 在宿舍每天都是勾心斗角 才比一步真还转啊 别烧急 这五个宝藏 分分钟让你成为宿舍团丑 刚搬进宿舍 是不是怕很难融入集体生活 别担心 只要你掏出这个比脸还大的不可牌 宿舍就惊呆了 一只手根本抓不住它 这么大一张牌 出牌都给我气势了 要是有宿舍藏牌 一秒就不会接穿了 大家一起玩 感情都变得更好了 每次摆水都要合适 大脑腿的力气 搞得非常不愉快 所以我就准备上了这个抽水棒 只要充满电 装在水桶上 打开开关 水就咕噜咕噜的出来了 宿舍们都夸我 这个方法太猛了 还在为晚上谁关灯的问题 争执不休吗 没关系 只要装上这个关灯神器 只需要连接手机蓝牙 躺在床上 用手机就能关灯了 这下 饭也不怕手腕长灯大全啦 天气热 每次下楼去打饭 舍友总让我帮他带个冰棍 这些雪糕四季又贵 吃起来又不过瘾 看我想出什么好办法 拿出我这个小匙爆冰机 把冻好的冰块 从脑袋里倒进去 不需要插电 摇动这个手感 就能变成冰沙啦 住在住宿 难免会因你引起 大家衣服上在一起 就会特别不容易干 和汤臭 看我操住这个烘干小发薄 洗好的衣服 几前一晚三天就烘干 第二天就会干干凉爽的 大家去上课都更不幸了 更多开心好物 继续沙发